大家好 我是怡主 今天想做蒜蓉蒸蝦 我已經切好了蒜蓉 現在我會用水浸一浸粉絲 讓它浸軟了 現在我會清洗蝦 蝦洗乾淨後 最好剪掉腳 剪掉腳 吃的時候會比較容易 剪掉腳後 現在可以在蝦背部剪開 然後挑走腸 然後大力地剪開 就可以讓蒜蓉 好 蝦鋪鋪好之後 現在我們會先做蒜蓉的汁 現在我們會用油爆一下蒜蓉 蒜蓉快手炒一炒之後 就可以放在碗裡 趁熱的時候 現在我們會放半茶匙的糖 還有我們會放半茶匙的鹽 另外我們會放大約一湯匙的豉油 然後我們先拌勻 最後我們放少許麻油 然後我們再拌勻 好了 蝦和粉絲我放好之後 我現在就可以倒剛才做的蒜蓉醬 就放蝦那裡 鋪好蒜蓉 然後加入蝦凍 我們現在就可以大火蒸8分鐘 蒜蓉開邊蝦就做好了 是一個很野味的菜 大家都試一下 好吃 好吃 如果你喜歡 給我一個讚 還有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謝謝